今天我們的作品跟愛心有關係 今天要做的是方便大家 看到哪裡書籤塞到哪裡的小書籤 今天這個書籤其實跟一般 我們在市面上面看到書籤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書籤 你有沒有看到底下個布克牌 好可愛喔 然後上面是一個大紅心 好 到底這樣的一個紅桃書籤 要怎麼做的呢 歡迎到我們今天的羊毛戰 達人Maggie老師 大家好 我是Maggie老師 好 Maggie老師今天 桌面上的材料除了有羊毛之外 還有哪些材料請老師先介紹 我們現在今天要準備的話 就是像這個布織布 然後像我們就準備羊毛之外 像我們會準備一些緞帶 那工具的部分的話 除了工作墊的話 像我們就準備搓針 然後保麗龍膠還有剪刀 這些工具這樣子 好 看上去好像是蠻簡單的 做出來的我們的成品 是非常的可愛的 今天紅桃A 要怎麼做成一個書籤 我們要請老師先開始示範囉 好 首先我們先準備像我們今天紅桃的部分 我們就準備紅色的布織布 我準備了一個板形 像這個的話 你可以自己畫 畫喜歡的大小 我直接像我們用水銷筆 在這個布織布上面 先描一下圖形 這樣你在搓刺圖案的時候 你會比較知道你要搓的範圍在哪邊 中間的部分 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愛心 這個是要搓臉的 我們也把範圍給 把它大概描下來 那水銷筆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也慢慢會消失 好 那我們先搓中間愛心臉的部分 那我們就拿這個膚色的羊毛 稍微抓扯一下 然後按照這個形狀呢 把羊毛給放進去 稍微注意一下位置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我們先把這個 中間臉的愛心部分固定 先大概抓出我們愛心的圖形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前面是先用單紙針 比較好操作 那我們就稍微抓住形狀之後 我們可以換就是比較多汁的 像這種搓針 多頭搓針 對 我們稍微讓它再服貼一點 像這樣子 先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外面的部分 我們還要放紅色的羊毛 在它的外圍 那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放完之後 再一起搓 好 那我們這個也是可以稍微做一下 抓扯 那這個底部的部分 因為 它的顏色比較接緊 好 如果就是你大概抓形狀就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再慢慢去細條 好 把臉的部分 然後你稍微拉出來 這個的那個量啊 你可以自己斟酌 如果你想要立體一點的話 就是你也可以放比較多 那你這個作品它就會比較 更立體 嗯 所以大家可以在設計呢 我們的紅桃的臉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要的蓬鬆度 比方說你可以像老師一樣呢 抓的羊毛量是相對比較多一些些的 那最後我們的成品出來的感覺呢 你看 紅色 那麼一個大愛心 我們的愛心的大小 你也可以自己設計 你可以讓它的書籤的臉呢 是很大的 你也可以做一個比較精緻一點的臉 那我們先大致把羊毛填在我們要的位置之後 我們要再換多頭針 因為這樣子先服貼下去的話 你會看著那個整個形狀輪廓 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發現有覺得 其實地方不夠的時候 你可以在局部再去加羊毛上去 好 這樣我們的作品會更漂亮 好 那邊邊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把它拉開來 當我們大致的形狀呢 已經底定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老師一樣 拿出我們的多頭搓針了 不斷在搓它 那搓的過程呢 其實你會發現 原本很蓬鬆的羊毛 它會慢慢地變得越來越緊實 然後慢慢變成你想要的 這樣的一個薄度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用不織不搓 所以它背面一定會串過來 到背 這裡的底部 那你要記得要把它拿起來一下 不然它會黏在工作天上 那我們這時候先大致上固定之後 我們可以換上這種比較多頭針 再來搓 它這樣會更快 那可是因為它有些小細節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換一下搓針 或單支針的部分 再去做細條 好 那我們就像這樣子 慢慢把它搓緊實 我們會把它搓到像 老師有準備了一個 就是一個半成平的部分 像我們這個稍微搓的話 就是它會整個還是比較蓬鬆的樣子 那可是我們換像這樣 把它搓到整個 是比較平整的 那羊毛也是有做沾畫的 那像這個毛量的話 如果說像你覺得這樣太薄 你也可以在上面再重複再去堆疊 好 那我們把它這個底部的部分 基底的部分弄好之後 我們在它的上面再去做一些小裝飾 那像比如說 我們把它做一個 桃紅色的鼻子上去 那我們就抓一點一點點的羊毛 那我們用我們的手指頭 去做一個搓揉 把它盡量揉緊一點 好 那我們再把它放在 我們要的位子上 那像這樣放上去覺得太多的時候 你就把毛量再可以再抓少一點 對 我們再換單支針 再把我們的這個鼻子 把它搓上去 我們可以先固定一下位置之後 側邊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小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斜搓的 讓它變小 讓它縮一下 對 大小的部分如果確定的話 我們就從它的上面 再把它搓固定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鼻子大小 你是比較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用多針的方式 把它搓好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還想要稍微收一點 讓它的鼻子再小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斜搓的方式 把它縮進去 讓它鼻子小一點 好 那我們再幫它加上一個 小嘴巴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它用咖啡色 盡量把它縮小一點 盡量把它縮小一點 好 那我們再把它 鑽眼 我們用痘痘眼睛 直接在它的旁邊 鑽上去 兩個洞之後 再把痘痘眼睛給放進去 那我們在穿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直接 連布置布都要鑽過去 這樣把眼睛 兩顆嘟嘟 當然其實你眼睛也是可以 用黑色的眼毛去做 對 那我們先把這個眼睛放進去 我們先等一下再來黏後面 那拿鵝黃色的羊毛 我們是用搓揉的方式 前後搓揉滾動 讓它變得是有一點點條狀的 把它放在我們的臉 跟帽子的交接的地方 那這個的話就看 你想要幫它加幾搓 像我就是想要讓它 再更明顯一點的話 我在它的旁邊再放一次 我們量可以稍微少一點 那我們單字針固定完之後 一樣可以換多字針 再來加強 那我們這個時候搓的時候 可能稍微輕一點 不要太用力 不然它可能就會變得 很容易就扁下去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臉的部分 用單字針跟多字針 去交換方式 去把它做好固定 臉的部分呢 這裡就先把它放好之後 那我們可以在它的下方這邊 黏上一個蝴蝶結 因為我們把這個弄好之後 先放旁邊 我們還要來搓下面的撲克牌部分 那我們等下全部在一起做組合 那我們把這個蝴蝶結 背面的部分 黏上一點點的保麗龍膠 讓我們幫它做一個啾啾 更可愛 對 好 我們先把它黏在 就是下方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們再來就是搓它的 撲克牌的部分 那我就先把這個 撲克牌的部分 我是準備這樣的長度 可是直接用對折的 先抓一下正中間點 那我們再來就是 在它的中間 把它搓一個愛心 那如果你在 你怕你會不小心搓太大 或太那個 不知道位置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先用水燒筆 先大概抓一下位置 好 那我們還在它的上方這邊 我們還會要一個 幫它寫一個字 A的字母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把它 用水燒筆的部分 稍微把它畫一下位置 好 那我們再來先搓愛心部分上去 好 那我們就跟剛剛一樣的 就是有點類似要填 填滿這個部分 把羊毛呢 就把它塞到裡面去 其實像這個 它因為它是 中間的部分特別的凹陷 那你分兩邊羊毛去放的話 中間的部分 它會比較容易更呈現出來 像我們今天是搓愛心 那如果你 你也可以搓像 比如 菱形 或是黑桃 都可以 我就看你自己喜歡的 或者你也可以做一個方塊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在 寫字的部分 這個也像我們就是 先固定形狀 然後它全部一起搓 那我們寫字的部分 就是要幫它揉線條 細細的線條 我們就可以拿長一點點之後 我們用我們的 手去把羊毛做一個 其中的動作 這樣等下在寫字的時候 它會比較 不會旁邊毛毛的感覺 那我們就直接 按照我們剛剛的那個 水燒筆的位置 記得要先把它 搓成一個細細的線條 其實你已經搓成線條 你再去壓字母的時候 基本上也不用怎麼塑形了 因為我們就直接可以像 真的像在寫字一樣 按照那個筆劃 把羊毛給填進去 像這邊比較長的部分 我們就壓住尾巴 然後輕輕地把 多餘的部分 把它拉開來 我們不要用剪的 那這個 因為想要讓它這邊 比較明顯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勾一下 把它勾一下 再把它製作 製作我們的工具 對 把它定位得更明顯 特別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圖形 比較小 比較精緻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借助一些 輔助的工具 讓它的整個字母的形狀 讓它的整個字母的形狀 會比較的明顯一些 用寫字的方式去做填充 好 我們這個上面的 外面的這一個部分完成之後 我們中間要幫它加一個 就是橫槓的部分 我們可以取短一點點的 一樣放在手上 把它先做一個搓揉 然後我們再把它加進去 我們再加這個線條的時候 就是你的這個羊毛 你不要把它拉得很緊 拉太緊的話 因為它會縮 所以有時候就會變得 那個字 反而會變得好像有點 不是很均勻 中間這邊可能就是要 一直把它加強 不然它的白色的部分 看不到 對 會看不到 我們現在先寫一次 如果覺得有不夠的部分 你都是還是可以再加強 再補一下羊毛上去 因為它等一下一定會做一個 沾緊 我們可以再補 那我們就是先把它 先固定之後 我們一樣是換多針 再把它輕搓 因為它有一點沾化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加強 兩邊的線條 它會變得比較明顯 再換回去單支針 把它從線條的兩側 一直做集中 那我們的那個字母的部分 它才會比較明顯 可以稍微進行微調 不然的話 其實你白色的部分 就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好 對 我們要把這個線條的部分 它一直做一個集中之後 它會變細 然後也順便會變粘緊 然後我們的字的部分 它才會比較明顯 你在搓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的羊毛 會逐漸再收起來 那在比較收縮的時候 其實它的線條 就會比較的明顯一些 留白的地方 也會比較明顯一些 對 像這樣子 它就會慢慢的 中間的那個部分 會比較明顯 那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確定了 再繼續把它做一個沾畫 好 我們把它沾緊 那我們就同樣的方式 就在它的這一個地方 也把我們的那個 紅色的羊毛 把它填上去 然後再全部一起做沾畫 像我們就會準備 像這樣子 把所有的東西都弄上去之後 然後我們再做後面的小裝飾 好 那我們把這一個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布置布 因為我們在它的中間 我們要加上這一個蕾絲 把它串起來 那我們在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輔助是用縫線 它會比較緊一點 對 那背面的部分 我們就是可以先抓一下位置 像我這裡會把它用對摺的 那我們就直接 你自己抓一下位置 好 那我們的線的部分 我們在戳著這個縫 這個針的時候 我們有一點用挑縫的方式 不要整個是穿到背面 這樣你的這一個作品 從正面才不會看到縫線 我們就把它這樣子縫到背面 就是再抓一下三個點 然後再把中間就直接打一個結 因為我們等一下我們會用保麗龍膠 整個把它黏起來 這個要縫到這一面 那我們要注意方向不要縫錯 好 那這個地方在縫的時候 我們就是縫在這個愛心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的話比較能夠長到 就是不會看到縫線 好 那我們一樣是稍微 用挑的方式 我們從側邊 縫三個點 好 那你如果想多縫一點的話也可以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它打一個結 壓在中間 那我們在它的背面 因為像這邊呢 它的眼睛會比較突出 如果說真的很多的時候 你就拿剪刀 把它多餘的部分 再剪掉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是在它的背面 塗上保麗龍膠把它封起來 好 那像這一個的話 像這撲克牌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剛剛好的 好 所以像我們就直接 塗上保麗龍膠 邊緣部分 稍微帶到 好 那再 因為是布雷絲 所以雷絲這邊的話 你多塗一點 它就會滲透到下面 那我們可以拿這個棒子 把它整個塗滿 塗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稍微一點溢出去 這樣都沒有關係 好 邊緣都可以帶一下 那這一個 就直接把它對摺 對準位置 那邊緣部分 我們稍微壓一下 好 那這一個 布克牌的部分就好了 那再來是換 就是我們的 頭的部分 頭的部分這一個 好 不小心 那我們再把這個 多餘的剪掉一下 好 這個再塗的話 因為它會有一個 形狀 那你就盡量按照形狀 塗出去一點就沒有關係 好 那因為等一下 我們多餘的部分 都會把它剪掉 畫一個愛心 對 我們可以多塗一點 好 那我們一樣用 木棒把它 把它推均勻 好 那我們剛剛有準備 就是有再多準備一份 我們直接把它 抓一下位置 我們把它壓上去 剛好這縫線都可以遮住 對 好 那我們把它壓緊之後 就是在側邊的部分 你可以再多壓緊 多壓一下 好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 用剪刀 按照這個形狀 好 我們剛剛的愛心形狀 那你在剪的時候 就是看你想要剛剛好 或者是說你往旁邊 多留一點點都可以 好 那這邊因為它有 那個斷帶的部分 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就稍微 用先剪直的 等一下再來細條 嗯 不要剪到斷帶囉 對 我們要把它修整出來 一個愛心紅桃的樣子 對 那中間這邊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 上下剝開來 往中間去把它剪出 凹陷的部分 嗯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要做得比較逼真一點 所以特別是 在這些邊角的地方 在剪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紅桃是長怎樣的 在下刀 對 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們有時候像我們就換一 煎一點的小剪刀 比較能夠它剪得比較 乾淨一點 好 那剪完之後 邊緣部分呢 因為它還是 因為剛才很濕 嗯 所以像我們現在就是 可以再做一次 壓緊的動作 那如果說像這邊 有明顯的它就是比較 沒有黏住的時候 我們趕快幫它做一下 補膠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壓緊 然後再把它壓緊 那我們 因為像我們現在是用 保麗龍膠 它是比較濕的 對 所以你做好的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在比較 通風的地方 先讓它等它乾了 然後再開始使用 好 不然就是會怕你的作品啊 就會整個會跟旁邊的東西 可能會黏在一起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作品 就完成囉 這就是今天呢 Maggie老師要教我們做的 紅桃A的小書籤 那其實如果大家呢 本身是有閱讀習慣的話呢 你就可以呢 把這個書籤呢 夾在你已經看到的章節當中 來做一個記號 那其實 比方說呢 今天我們做的書籤 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我們還多了一個 尾巴撲克排掉在後面 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找不到 我書籤夾在哪裡 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那通過用羊毛毡的方式呢 變出一個書籤 這就是今天要教給小朋友做的作品 羊毛毡 愛心A的小書籤 謝謝Maggie老師 多多快樂學堂 下回見囉 掰掰 下回見囉 下回見囉